大家好 星期日報 今天是2020年10月2日 星期日 曾經擔任兩屆日本參議員的前職業出國手 安東尼奧 朱木寬治 在昨天逝世享年79歲 中下任媒報道 她得到澱粉養變性病 這個疾病通常會併發淚風濕關節炎 肺結核等患者身上 可能像狂牛症 巨感染性 她前兩天覺得身體不舒服 一直在家休養 雖然前一天病情很囂張 但在1日突然變嚴重 最後在家中逝世 先說一下朱木的背景 朱木出生於1943年 即超過18年 5歲時 她的父親死亡 13歲時跟家人去巴西 在咖啡農場工作 她在田徑比賽的圓球項目獲勝後 被遠征去巴西的日本職業 率國之父力道山漢中 開始她的職業生涯 1962年她以安東尼奧 朱木的名字出賽 朱木在1972年跟女演員白杖美遵子結婚後 後來離婚 這件事厲害了 她在1976年曾經與世界重量級拳王 穆克密德阿里 在擂台上交手 1989年她成立了運動與和平黨 並參選日本的議員 成為第一位當選國會議員的率國選手 根據維基百科 由於日本的職業率國協會 一直以馬場重心 被朱木錦角島受到冷落 於是便退出日本職業率國選會 改加入隆登 重生錯立的東京職業率國 東京職業率國 雖然有些病 但是因為隆登不斷侵佔公款 使得東京職業率國 先成立三個月宣布破產 身為社長的朱木為了還清債庫 只可以回到日本職業率國協會 回到日本職業率國協會之後 朱木和馬場聯手組成雙打拍檔 總共贏得四次國家的率國聯盟 國際雙打冠軍 媒體將這個組合命名為 BI 炮 亦稱這段時期為馬場 朱木的時代 朱木先生 阿利那場比賽 你們應該找到的 在YouTube 他睡在這裏 那些不說了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第二個運動月費贊助 我免得太適情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